准备一根50厘米和一根80厘米的线 两根线对折用夹子固定中间开始编 开始用雀头截挂一根95厘米的线边开头留一点线 全程左右两边都是雀头截边法编到自己想要长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边多余的线剪掉用火机烧粘一下 然后两边线拉对称 包一个五毛硬币 两边用鞋剪结收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称挂两根一长一短的线没有勾针的用牙签穿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根短线穿一个珠子两根长线边平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编完一个平结穿一个珠子 平结一直编到想要的尺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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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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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